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如果是我得病 我明明是一个好人啊 为何不得善终 请问法师 我作为义工 该如何劝解这些临终的病人呢 阿弥陀佛 感谢您的提问 你发菩提心 做义工 帮助临终的病患 真是一位红尘中修行菩萨道的大菩萨 大博逆旁经中说 一切众生 有四毒箭 则为病因 何等为四 贪欲 称慧 欲资 娇慢 若有病因 则有病生 生病 当然是由多方面原因的 世间的万事万物 都是由错终复杂的元素组成的 就像汽车 有百千种零件组合而成 轮轴 引擎 车盘 汽油 以及司机等 需一一具备 使能发挥作用 它不是一成不变的 有谁见过年久不坏的汽车呢 人也一样 因为人类的生命是由四大 五蕴 六根和不计其数的细胞 神经系统 呼吸系统 骨节 皮肤 毛发等组成 并有饮食 营养 医药 衣着 污舌 提供庇护 才能生存 这些因由 相互不和合 就会导致身体呈现生病的症状 再扩展到外界 供业所感的三河大地 这个环境的好坏 也是很多人生病的原因 再扩展到佛教三四两重因果体系的生命观 以十二因缘来看液感因果 生病再正常不过了 但是 对于病人来说 生病带来的是身心两重的压力和折磨 在安宁疗户病房 病人的情绪波动是很大的 他们往往恐惧未知的病程 后悔可能得病的原因 甚至还会愤怒 会问出为什么得病的人是我 这样的问题 这本身就是一种情绪的栓泻 这个时候 最好不要试图 跟病人讲道理 分析究竟是生活中 哪一个缓解出了问题 才得了病 这样并不能缓解病人的焦虑 我觉得 我们不要光想着 怎么安慰和鼓励病人 而是要去尝试倾听 帮助病人栓泻情绪 比如 在病人情绪激动的时候 轻轻握住他的手 说 这段时间您辛苦了 最重要的是要养病人 感受到他没有被放弃 养病人感受到你的关心 其次 你可以帮助病人 尽可能的舒适 身体的舒适 环境的舒适 都可以让人放松下来 其实 病痛也是一个 很好的话头 电子佛典事业的电机人之一 杜正明教授 他患癌症后 日日遭受病痛的折磨 杜教授把住院治疗 当成了修行的一部分 他反思佛陀 关于疾病和生死的教导 并且从《杂悟寒经》中 获得启发 体会到了 因的解脱 法喜 利固 生病 吸除的境界 用法的疗愈 去除我质 从而树立正确的生命观 这样一来 身体的病痛 也就不成问题了 并且 我们一直说 膳中并不是不生病 而是只能够平和地接受 安心地离开 帮助临终病人的方法 还有很多 需要像您这样了不起的大菩萨 继续探究 再次赞叹您 奥弥陀佛 哇哦 不错呀